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游说美国对日出口40架能够装备两个中队的F-22战机 据估计日本政府愿意出资23亿美元与美空军共同研发专攻日本空中自卫队使用的猛禽 可以说呢在印度洋上给美国的军舰供油这个事儿本身应该说呢是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中很敏感的一个问题 您看9月9号的时候美国公共发言人还说呢希望日本的新政府能够继续这个政策 但是日本的新内阁刚一就任第二天凌晨的时候还不是说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就宣布停止供油了 这一举动本身意味着什么 供油这个事儿呢我感觉是一个新冒出来的一个事儿 这个在这个新的防备大臣就任当之后的第一天就说这事儿 我感觉呢对美国是一个刺激 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感觉仅仅是一个表态 一个从实践上来讲还有半年呢 那明年一月份的事儿就是到轮换的时候就说下一轮再轮换的时候这事儿就算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这个加不加油 那美国的舰队整天满大洋跑呢需要日本给他加油啊 那轮不着他加油 一个是人家自己的舰队本身就带着加油船带着军火船带着弹药船 那么按照日美的安保条约 那么在联合作战的时候确实需要日本给美军提供这样的一些后勤的补助 但是就印度洋这个反海道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 美国不太需要他 因为在几步期美国有军事基地 另外在巴林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用不着他 就是说他加不加油并不影响日美之间的关系 也不影响美国海军在那里运作 这仅仅是一种表态 这是您的观点 那么江永您再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认为呢是由来已久 那么日本向印度洋派遣海上自卫队 给美军供游 它始于呢就是2001年 当时呢就是美国以反恐命名发动了这个阿富汗战争 那么那个时候呢日本的小泉内阁 就是通过了一个呢就是关于叫反恐特别措施法 其中规定就是日本要做出的贡献之一 就是向印度洋派遣自卫队 在海上给美军建支共有 那么这个问题呢民主党是立在反对的 没错 那么在后来比如说安倍执政期间 福田执政期间 包括麻省执政期间 这个问题呢都是民主党和自民党 这个较料的一个焦点问题 有一次我们还做过一个节目 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废这个法 对这个法呢最开始两年 有效期两年 那么后来呢就是延期 那么在福田内阁时期呢 又一次延期 这个延期已经到2010年1月份就到期了 那么民主党当时就是反对 只不过由于呢就是 这个日本的这个自民党 占据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席 所以呢他利用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 强制的通过了这个 有六三一年 这就是病信息的